即时新闻综合报导,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令居民于济游存,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经19日公布最新地震长期预测,警告北海到东部太平洋近海的千岛海沟在30年之内恐爆发瑞士规模8以上的超大型地震掀起高达20公尺海啸。 总和日本媒体报导,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根据过去海啸将海底沙土席卷至内陆的堆积物分析,北海到东部平均340至380年发生一次规模8以上的强震,上一次发生在17世纪至今已经过约400年,地震调查委员会认为已快要达到平均间隔时间,未来30年内发生规模8。 8以上的超大型地震的几率高达40%,警告此距阵来袭的时间非常急迫。 地震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平田时几乎北海到东侧近海的千岛海沟重演6年前东北大地震可能性相当高,呼吁政府尽快提出对策。 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针对北海到沿岸的海底沉积物被海啸带进内陆的分布分析显示,过去6500年该地区曾遭到18次海啸清洗。 17世纪前半夜的一次海啸将海底沉积物送往内陆达4公里,显示该地曾发生规模8.6至8.8的巨震。 千岛海沟因为与板块交界处地震频传2006-2007千岛群岛海域都曾发规模8以上地震。